热乎乎的火锅料多到快要满出来 冷冷的冬天很多人都喜欢吃火锅暖味 不过大多的火锅料都是属于加工食品 在制作过程中为了要维持口感及味道 都会添加比较多的油脂和盐或其他调味料 一不小心就会害你热量破表 好 其实火锅料它热量之所以高 其实不外乎就是油盐糖跟一些调和的 比方说淀粉类的物质 贡丸或者是水晶角 燕角 虾角 鱼角 这种角类可能一颗大概有50大卡上下 营养师就表示千万别看火锅料 个头小小的可是肥胖帮凶 加工火锅料热量前三名 油豆腐一块就有76大卡 鱼子球72大卡 而很多人都喜爱的芝麻麻吉烧热量也有60大卡 至于最受网友欢迎的前五名火锅料 在摄取分量上也要留意 像是一般常吃的蛋饺一颗热量约22大卡 那含量也高 而一份20克的豆皮热量就有近百大卡 另外鱼软卷 鱼角还有贡丸 这些火锅灵魂食材也容易吃下过多的脂肪与盐粉 那该怎么吃才健康 肥肉才不会跟着来 可以掌握一个原则 就是可能你吃的一个加工类的一个火锅料 你可以搭配一口可能食物的原型 比方说一口肉或者是一口蔬菜 这样相对的也可以比较群衡 加工火锅料吃多恐怕让体重直线上升 营养师就建议多吃蔬菜原型食物 汤尽量不要喝 才不会不知不觉中把高纳和热量吃下肚 八大新闻流泉杨生台北采访报道 18位玩八方锁定八大名声新闻 记得按订阅开启小铃铛哦